新冠肺炎疫情拉近暴 目前疫情已经蔓延到大学校园里头 为了因应疫情的快速巨变 国立中正大学校方早于春节前就成立防疫小组 提早规划校园相关的防疫措施 避免学生返校上课时疫情有扩大的可能 大致来讲我们学校是在全国大学院校最早成立防疫小组的 因为校长有意识到防疫的艰难 所以在小年夜就是1月23号就成立了 那刚刚第一期的话最主要是要把调查学校的所有的防疫物资 这些要调然后要购买 比如讲那个口罩啊酒精啊漂白水啊 这些就要预购免照之后都飞涨 校园防疫措施不断升级 目前校方已在校园各个主要出入口设立告示牌 各院所的进出也实施门禁管制以及额温测量 并定期进行消毒清洁 其中又分成一般消毒与重点消毒 一般消毒主要为各系所使用空间 试使用情况至少一天用漂白水消毒一次 而重点消毒则经由专人替宿舍以及较多人群进出的活动中心 图书馆体育馆等地方进行消毒 第一点选择我们校内就是以大楼为工作 而且尽量单出口 现在学生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实行过程了 那我们就调用之前收集的额温枪 因为我们还有几支 所以有第一天实行的额温有些不准 后我们马上就更换新的 那这17个都是点都是大楼 那在门口也有设置额温枪的 再来还有外面还有清枪大楼 所以大概就是一共最精准是19点 是体温站 学校还蛮用心的啊 那两次的体温识别 其实感觉可以设计的大一点 不然容易掉在地上变得垃圾 大学校园人潮流动多 自身应做好勤洗手的习惯 校方眼会严密注意疫情的状况 随时应变 共同守护师生健康 中正医报 陈思同 蒋盛吉 中正大学报导